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来到7月11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关大政券国际政券秀律师 五里言Kenn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nny 早晨Irene 昨晚鲍威尔又放甲 美股星期三显著做好的 恒之夜期升级过八点 等会问Kenny 如何看最新市况和焦点股 如何部署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鲍威尔美股表现 法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 无需等到通胀降至2%下方才减息 言论利好美股美短是升势扩大 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 道指收市升429点 报39721点 纳指升近1.2% 报18647点 标指年升7个交易日 五首度突破5600关 收报5633点 升56点 标指和纳指都在创历史新高 欧洲股市也做好 升大约0.7%至0.9% 焦点美股方面 马苹果iPhone16下半年出货量目标 据报增加超过1成 股价升1.9% 创历史新高 Tesla获达高盛大幅上调 目标价 股价反复回升0.4% Mata和Google升大约1% NVIDIA再升2.7% 台积电也升0.5% AMD升近4% 我们看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比港股升1.5% 自宣布74.2% 美团升1% 腾讯、百度和京东升0.6% 网易偏远跌0.6% 而汇丰控股ADR自宣布67.49% 比本港收市价升1.5% 港交所和比亚迪也升1% 友邦升0.5% 看看今早上外围市房 道指期货回軟 39,998.51 纳指期货偏远跌 价格普遍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1% 日经平均指数42,262点 升4211点 南韩股市升0.7% 澳洲市升0.8% 新西兰市升0.5% 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遇事港股 待会有机会告害 一刻期才肯过百点 先和Kenny谈谈外围的消息 这几天大家都看着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言论 星期三转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 那时候他看到 在缩减资产负债表方面 虽然取得很大的进展 但仍然是任重到远 又说当局无需等到通胀降至2%的下方才减息 对于通胀已经回落 他确有一定程度上的信心 又或者还未准备好 对通胀进展有足够的信心 对于减息 他脑海里面是没有具体的通胀数字标准 重点是大家看到这些 解读就觉得是否偏夹的言论 当然市场都在等着 就是美国今天 星期四会出落的通胀数据 如果联储局好像偏夹的立场 美股是否继续是反复破顶的格局 没错 看到外围指数继续维持强势 当中纳指和标普500 继续创出一个历史新高 近段时间 导致走势也开始有少少柔弱转强的情况 反映着现在美股整体的气氛方面 其实都相当全面 当然大家会比较关注 连着减息的时间表 其实从近几次爆威尔的言论 总体上我觉得 虽然从字眼去看 不是说很明显的偏鹰或者偏夹 但是如果对比起之前那几次的言论 我觉得的确是由少少 由鹰转去夹派多一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对于美股 或者对于大家 对于憧憬未来的利息向下走的趋势 是属于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概率事件 现在大家会觉得 超过七成的基率 有机会在九月份 就开始在一个减息的时间表 同时如果是以今年年底作为计算的话 大家会觉得今年年底之前 联储局减息一次至两次 这两个事件加起来 概率是有超过95%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年 是联储局维持着利率和目前不变 其实这个概率是低于5% 所以在市场这么强的预期之下 我相信近段时间 美股走势也是反映着这个情况 当然除了一个利息环境之外 我相信近段时间 就是踏入到7月份 也是美国一个业绩公布的高峰期 近段时间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金融股 和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是会公布季度业绩 我相信这个因素 其实对于美股短期的市况 其实还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在 如果从一些权重的金融股 譬如一些国际的银行股来看 在过去那几季 始终在一个比较高色的环境当中 他们的盈利表现其实是不差的 所以在这一季的业绩 我相信同样都会有一个不错的预期 至于其他一些大型科技股 从过去年多以来 看到一些人工智能无形 所推出的情况之下 看到大量资金投资在这个领域 从而令到行业的盈利增长 出现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我相信暂时有机会 也会维持着在盈利或机会面 带来一个正面的因素 所以虽然短期来看 近两天 其实美股指数仙德 是有点比较急了一点的 这也是我比较忧虑些少 但由于始终业绩期 我相信企业业绩 会不断释放利好 支持市况 所以可能短期 我相信美股三大指数仙德 仍然有一个向上的动力在 至于再长远一点来看 我觉得始终 现在的股值相对比较高 我自己会有点担心 过了业绩期之后 可能美股有些会出现回落的情况 因为始终以一些 作为量例的 例如NVIDIA那些业绩 股权的增长 就算你计算了 未来那几年一个 业绩增长因素 其实港银的预期实力率 亦是达到一个 比较高倍数的双位数字 的倍数 所以我觉得市场 长远来看 对于高估值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个隐忧 所以我相信 投资者对于美股部署 都不妨可以区分开一个短期 和一个中长期的角度去看 好 但美股暂时似乎 气氛短线还是向好 虽然Kenny提醒大家 都要小心个别 可能高估值的表现 对港股市况如何 我们转看港股上日表现 等会问Kenny 如何看港股的情况 昨天恒指高开90点 早段曾经升到242点 马高卫健17765点 其后升幅收择下午后转跌 恒指跌51点 收报17471点 成交1,023亿 科指曾经升到2% 但收市跌不到0.1% 报3600点 百度股价大升一成 京东升超过1% 腾商跌近1% 部分能源和资源股都有沽压 三桶油跌超过2%至3% 看看北水盘路 昨天北水淨流入至8亿6千万 比早前有所缩减 而个股方面 资金主力买中移冬 全日录得2亿1千万 淨流入 建行和联通都分别 吸之1亿7千万和1亿1千万 淨流出方面 中海右和神华两只能源股 分别走资3亿2千万和2亿4千万 美团走资1亿6千万 继续和Kenny聊聊港股 这几天港股可能还在等 有没有什么政策面的消息出台 因为恒指连续三天 250天的牛红线浮沉沉沉 三中全会大家都在等 暂时好像在三中全会的消息 前港股未见到一个动力 昨天看到收市之后的消息 中正监又再出招找A股 暂停了借货沽空 但又看能否利好市况呢? 是的,其实港股一段时间 虽然方向没有很明确的方向 但总体上港股走势 都呈现出一个比较弱势的格局 而昨天收市怎么计算 都未能够站在250天线之上 所以短期来看港股的弱势 我相信仍有机会维持着 再加上近段时间市场成交的规模 也相对着一个比较偏低的水平 反映着市场 就算港股跌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大家似乎去追反弹的意欲 就不是特别强 我相信这个也和将会有三中全会有关 如果以三中全会来计算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对这个会议有所憧憬 但至于具体开放的时候会出什么政策 我想大家现在都未必有一个很十足的把握 所以大家先用一个观望的态度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第二点就是近段时间 港股走得这么弱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就是近段时间内地所公布一些经济数据 其实都不是特别出众 譬如昨天所公布一些CPI和PPI数据 都反映着其实现在 无论在物价或者在一些企业生产的出厂价格 都维持着一个比较弱一点的需求 所以市场对于下半年内地经济复苏 暂时都未说看得特别进取 这个情况我觉得 无论对于港股或者对于内地的市况 其实都带来比较大一点的困扰 近段时间其实A股走势就更加弱 上证都持续在3000点以下运行 这个情况如果继续持续的话 我相信对于港股 你说有一个很强的反弹动力 我觉得暂时都未必说这么容易看得住 所以我自己预计这个礼拜 剩下两个交易日 我相信可能港股都是用一个 比较弱一点的价格 继续在250天线附近增持 本身昨天港股已经轻轻跌穿250天线了 不过昨天收市之后 正如刚才Irene所说 内地就出了一些新的规则 对于内地一个融券的制度 就有所加强 融券其实就等于在香港的借货沽空 也就是说政监会或者内地监管的角度 其实都不是希望内地的市况 就跌得特别多 或者出现太多的波动 但都没办法 始终在市场现在人 是比较散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 你说很快地令到市场 令到投资者对市场很快恢复信心 我相信都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 所以在刚才这么多的因素 综合影响之下 我觉得港股 估计未来两天 可能都是继续以250天前增持 反而去到下个星期 就看看三宗全会 究竟为市场带来什么 惊喜或者失望 消息面上 整体大市好像还在找方向 个别股份有些利好消息 就会突然炒上 百度 昨天一定是市场焦点 因为突然爆升了 还创了超过一个月的股价 这种消息面上 就是北京计划立法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包括网约车 因为百度旗下 已经有个自动驾驶出行平台 叫做罗伯快跑 其实已经在北京、上海等 11个内地城市测试营运 并且获得内地券商抢杂唱好 国泰军安发表了报告 百度旗下的罗伯快跑 有望实现无人驾驶网约车的商业模式盈利 根据罗伯快跑的计划 2024年将会实现 武汉全城覆盖 并且投入1,000架第六代量产无人车的营运 我预料 未来随着投放量增加 每架车的营运成本都会显着降低 规模效应就会体现 马罗伯快跑 有预计2024年底 武汉实现盈亏平衡 2025年实现盈利 大罗伯快看好这方面的业务 你知道怎么看内地这些自动驾驶网约车的发展潜力 百度的股价炒上来 有没有过度反应 还是的确是可以看高一线呢? 我觉得是没有过度反应 还有我对百度的看法相对比较正面 之前在这个节目 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对下半年港股整体市况的展望